社会教练来关心 桃园这位男大生 透过朋友介绍来求职 惨遭了风飞沙帮派囚禁 准备要送到柬埔寨 而犯罪集团得知警方 介入侦办之后 只好释放了男大生 丢包在新竹 桃园警方强力攻坚 逮捕九位的帮派分子 警方特强实弹 重装出击 警察不要动 不要动 不要动 快来 巨大强响和白光闪阔 屋内瞬间也叫弥漫 警方全副武装打去攻坚 因为嫌犯都是凶恶的人蛇集团 强大火力压制 嫌犯连滚带爬被揪出来 火痒十分都备 出来 还有人就在床上被逮个正着 桃园一名男大生 透过友人介绍求职 随后失联 老师得知后立即报警 犯贤得知警方介入后 便将被害人丢包到新竹 警方发现 男大生被以风飞扎帮派 为首的人蛇集团囚禁 准备送往柬埔寨诈骗 立刻成立专案小组阅查 净分八路 持居票 提出手票 实行扫荡 顺利减速首额 负贤等九人到案 当场查获该人的集团 领略被害人 等着容胶三条 折叠刀两把 银行存折 金融卡等张证物 九名犯贤 对于囚禁男大生的行为 全都不愿坦承 序后已组织犯罪 人口贩运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扎犯 诈骗集团的幕后主谋 警方还要 好另外来看一蓝搜 这位女子开车 擦撞路旁车辆 造势逃逸 警方要她时事久策 不过她朋友 却在一旁吵闹 叫她不要策 还恶意地咆哮警察 还推挤远警 有男子甚至脱上衣 做事要攻击 场面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 请立即停车受捡 鸣笛声大响 跨破苏澳小镇宁静的夜 原来这辆轿车 擦撞路边的自小客车 却撞了就跑 警方发现后 立刻拦截围捕 双方在南方奥渔港 一路追逐 没想到当开车的妇人 被拦停后 警方要对她时事久策 她的友人却在一旁骑后 要她拒绝 警民因此爆发冲突 还有男子上衣一托 做事攻击 请急之下 警方只好强力压制 并将妇人等三名友人 送上警车 外头吵闹声不断 不少民众都跑出来查看 以为发生火灾 警察在那里弄油 弄到我进大厂 叫他开油 然后就连小医生 车转转转车 都给我来 刚才好好地说 然后就提完架了 那小医生喝酒吗 都无人都重备喝 无人 酒纸打每公升 把0.15毫克 妇女不但造势逃逸 还犯下床红灯 酒驾 不服稽查等多项罪嫌 跑了一时 却换来更高发金 记者的医生 吴依萱一带三文不得 高雄夜潮 远景巡逻时 发现男子行机鬼鬼 碎碎很可疑 向前来盘查 但没想到男子原先 假装配合 下一秒突然大力地 冲撞远景 想要落跑 住户帮忙来围捕 男子被当场压制在地 动弹不得 远景巡逻 发现一名男子 骑机车 行机可疑 向前盘查 男子假装配合 没想到下一秒 却冲撞远景 想要逃 换个角度 再看一次 男子突然站起来 往前大力一撞 想撞倒远景 住户也帮忙围捕 男子招压制 男子不停想挣扎 但已经没有用 事情发生在高雄艳潮区 警方巡逻 发现男子怪怪的 向前盘查 没想到男子 先是假装配合 随后却用力冲撞远景 一查才发现 男子是窃盗惯犯 骑脏车在南部到处犯案 以前也曾有洗警记录 这一次被盘查 竟然还冲撞远景 在随身包包内搜出毒品 起货毒品海洛因 含维他命 及吸食器等证物 从以毒品危害防止条例 窃盗及窃盗通气等案 移送侦办 通气男被拦查 心虚想要逃跑 竟然就冲撞远景 以为能逃掉 但还是被牙齿在地 依法送办 记得蔡霜及陈南山 高雄采访报道 好 同步来看到 盛清北市这位 类型男子 之前晚上喝懵了 搭建车回家 但是呢 结果发现 他没有钱来付车资 问奖本来想说算了算了 但没有想到酒贼男 居然猛拍小黄车门 还当场现场醉言醉语 呛骂问奖 甚至还躺在车前 想制造假车祸 没有 叫警察来 警察叫来 没有关系 男子喝得醉醺醺 倒在继承车前 但他不是被撞 而是没钱付车 卢哥不停 还嚷嚷要对问奖不力 我没送啊 我没送啊 我弄死你会送 不要啦 他用你怎样 你站不上 这是我们家的地方 开口闭口 语代威胁 男子情绪激动 坐视攻击问奖 离谱脱续行为 跟在自己的女儿面前上演 你今天都不用转了啦 好 你以为我们都死了 你倒大了 你倒大了没了啊 看着父亲发酒疯 女儿待站一旁不知所措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行庄区 原来5号晚上 就对男子和女儿一起搭车返家 到达目的地后 却发现没钱付265元车资 当下女儿留下电话 想跟问奖再详约付款 没想到男子听到后 突然恼羞拍打继承车车门 接着又是耍赖 又是恐怖问奖 大霸王车又威胁问奖 却反说自己被欺负 男子频频胡言乱语 直到请友到场帮忙付了车资 才结束这场闹剧 但现在小黄问奖决定报警提告 这下酒醉男子恐怕也得倒大没 就是杨洁上面只撑不到 云林这位女驾驶 开车在内线车道停等红灯 但没有想到一辆一转换绿灯 他立刻打方向盘 方向灯往右来切 违规的变换车道 不过后方后悔车 疑似因为视线死角 直接追撞上去 另外台中深夜发生离奇车祸 这位苏青驾驶开车 行进台湾大道安格路口 突然逼近这位女骑士 而且撞了上去 接着叫车撞破路边围离 驾驶被救出时 不幸已经没有声明迹象 开车在内线车道 前方银色轿车 一看到绿灯 立刻打方向灯 瞬间切了出去 后方的货柜车来不及反应 猛然撞上 慢动作再看一次 轿车突然跨越双白线 货柜车疑似有视线死角 从后方追撞 轿车往前弹飞 让人看傻眼 9号下午3点多 料汐女子开车 行进云林西罗镇 西农西路和西轮路口 违规变换车道 到货柜车撞上 索性两人都没受伤 靠那么近的情况下 根本是看不到你的方向 真的 因为我们坐的位置 落差太多了 换个地点 台中市深夜 发生一起离奇车祸 轿车冲破路边围离 安全气囊爆开 又前轮变形 路面全是散落零件 起初一度以为 是轿车朝骑士逼车 但救护人员到场发现 状况不对劲 一直都过了 现在没转过的 就慢慢骗了 驾驶被救出时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送医 是一名44岁的苏姓中医师 疑似心肌梗塞 造成这起车祸 遭状的32岁张姓女骑士 头部撕裂伤 描述轿车从后 放慢闷逼近 两车撞上 借着轿车才冲进路旁草丛 身体不适 目前于医院救治中 索性驾驶急救后 暂时没生命危险 双方都没救驾 身体不适 酿成车祸 所以让女骑士吓坏了 记者 廖文斌 韩志欣 杨轩 王百英 台阅明明采访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 喜来灯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判断 如果